说在前面的话 本视频分析均为个人主观脑洞 并非真实 仅供探讨 接下来让我们开始吧 我的妈呀 我跟你说傻瓜这个词 在我看来比宝贝要恶心一万倍 肉麻一万倍 这个可不是台词的语境啊 这可是他们人在闹着玩的语境啊 就完全跟那个剧都没有关系的 什么鬼这是 就是啊 一般男的会叫另一个男的傻瓜吗 都是说傻 这一场戏是那个8月4号拍的嘛 我感觉女导演一直在 一直在关注他们两个人说了些什么 我觉得我爸他说的那句 就是 他们不知道 因为他们不知道我跟你谈恋爱呀 傻瓜 前面前面是我妈在问嘛 在问那个 为什么 为什么你啊 为什么要在我面前要挡一块 袍子 我感觉是袍子 那一角 然后他可能一下子脑子 忘了白布这个词 就说了袍子 然后 有人说是屏风吧 我看口型和音都不像是屏风 然后 我爸 我妈他说的应该就是遮住我爸辣椒的那一块 那一块白布 我说回来 我说回来 感觉这个女导演一直在听着他们两个人说了些什么 就他们两个人好像很经常经常在这个 就是大众面前调情啊 然后他们其他人都以为他们俩在开玩笑的感觉哈 这是8月4号拍的 8月8号那天他们俩就掐奶嘛 然后 就是揪咪 然后 然后8月8号那天 不是不是他们两个人掐奶的时候 就 就有一个男的在旁边说 掐奶啊 他们俩 然后 然后不是女导演 你就说 人家都是男朋友 哈哈 他们俩呀 他们俩 我快要被你笑死了 你说的特别的没错 男的都叫傻 不会叫傻瓜 哎呦 所有没容易听见傻瓜 我差点真的鸡皮疙瘩的掉一地 我的妈呀 我跟你说 不光是两个男的不这么说 两个女的 男的和女的之间也不这么说 男女朋友之间也不这么说 好吗 谁会天天说是傻瓜 啊 我觉得只有那种 就是特别恶心的 故意想很搞恶心的 巧断的时候才会对方说什么傻瓜 然后怎怎样的 我跟你说 那些工作人员 哪里是说是 觉得他俩在开玩笑 我觉得他们就是 已经是跟着磕疯了 好吗 就是 就是都不是 就是不是把他们当明星来磕 就是觉得这两个人 就是太太那啥了 就是你平常是 如果身边也有这样的 两种那种 特别甜的一对啊 然后你要是听到他们说这个 你不是也会很一目笑的那种 也会听他们在说什么吗 而且不仅仅是我爸对我妈说 傻瓜 傻瓜 我妈她也对我爸说过 我妈她说 傻傻傻瓜 而且说的时候还去拿食指 点了一下我爸额头 就戳了一下他的额头 我太吃这个戳额头的动作了 好丑你啊 卧槽 就是前情是这样子的 是我妈当时就是说我看看哈 然后我爸 他还没说什么呢 我爸就说 你要给我盖被子 是不是 然后就让他滚 就是当时我爸他是以为 我妈想恶搞他嘛 因为天很热 还给他盖被子 然后 然后我妈就给他解释了一大堆 说什么 我在这边站着说台词很尴尬呀 我要做点动作啊 就给你盖被子 怎么怎么样 然后我说完了之后 就对我爸说傻傻傻瓜 哇靠我代入了一下 这个情景如果是直男 就是你他妈傻 就会这么说好吗 哪有说傻傻傻瓜 我操 我本来今天我等了一天 我抛砖引语 我想等别人来讲这个傻傻傻瓜的 但一直没人讲 你知道吗 因为我自己做视频 我加字幕得要一条一条加 因为他那个 他那个 他们说话都很轻嘛 然后就不能够直接那个视频 就是提取出文字来 就很麻烦你知道吗 我这样做一个视频 得要做好久 然后我就一直在等 他们有没有人发 有没有人发 这个结果都不发 到最后只有我自己发了 对呀 直男怎么可能会说是傻傻傻傻傻傻瓜 顶多会说傻 你傻不傻 就是客气一点 就会说你傻不傻 怎么会说是傻傻傻瓜 哎呦傻瓜这个词 真的 就是 就是 就太肉麻了 这鸡皮疙瘩掉一地 我跟你说 真的第一次 我听到你妈 跟你爸说什么 宝看镜头这一点 我都差点疯了 就你知道 就是要是有 有人跟我说 就是哪怕打一个文字 宝宝贝什么都 我都觉得 就宝贝还好 你知道吗 那个宝真的是让人 就 恶心 就是他说 第一次说到这个宝 看镜头 我真的 我当时真的震惊我全家 我太太可怕了 就这个话 然后后来我一说 我就是在 看到另外的一些 就是B站上 另外有其他的那种 真正的那种一对 就是夫妇的 就是两个男男的 那种一对 人家之间 就是老是什么 什么宝怎么样 宝怎么样 然后他们俩 就是故意用 宝怎么怎么样 去恶心对方 你知道吗 所以你知道 这个宝这个东西 有多恶心吗 我觉得那个宝贝 这种也很恶心心 真的是 超级恶心心的 就是他们 他们情侣之间 哦 肉麻麻 哦 肉麻死了 然后还有那个 叫BB的 我不是广东人 我不懂这个 但是他们有人 就是说 说拿南方来打比方 就是我们南方地区的 无能软语嘛 就说 是那种 绿绿 这种 一下子转不过弯来了 就是 就 我一下子就知道 这个BB有多点 你知道吗 就是通常叫这种 绿绿 都是我爸妈 怎么叫我 就是 就是 一个很轻腻 很轻腻 很肉麻的 一个称呼 还有你看我 上面发给你的 那个视频 两分多钟的 那个视频 就是 我还有很吃的一点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 那个摄影师 当时在和我妈说 我拍你下面的那个 然后 然后我妈当时就 一下子 愣住了 然后声音提高了 八个度 说你拍我下面的歌 就有一种那种立身 结问的感觉 但是 我爸要是对他开车 他从来不会这样 就是他会很自然而然的 就是和我爸玩闹 什么 有你瘦的 互怕 什么什么的 太双标了 然后有人跟我打了个比方 他说 他说 这个很好理解 男女朋友之间 你会聊一些瑟瑟的 但是你可能把你和男朋友之间的事情 就是床子之间的事情拿出来说吗 我一想 是真的 所以说 就从这个可以看 这他们两个人 就是逼男同 就是我之前说的呀 所以我在演唱会上看到 我妈被那个叶白衣拍了屁股之后 不是 她反应老大了 我就说 妈你这个反应就不止好吗 就看她以前被那个男的打屁股 她都没有什么反应的 然后呢 就 从叶白衣那个时候 就可以看出来 她对于别人调戏 她她都是一副 巨人与千里之外的这种感觉 就一个大逼都删回去的那种感觉 但是呢 她对于我爸 把自己双手混上 他还自己主动调戏我爸 什么 什么 他哪个头 什么 什么 昨天我也没有干什么 今天你怎么就这样 天哪 都是什么虎狼之词 我给你说我看到那一点了 然后还有那个 就是那 是不是外面还有个导演说 我怀疑你在开车 然后怎么怎么样呢 我看到了 然后我当时看到那一点 我觉得你爸好搞笑 就是人家一说 然后他立马就想歪了 说你拍我下面这个 让他自己就想歪了 但是呢 他就是他想歪的时候 他就要是你说的特别没错 如果是你妈的话 他想歪了 他就会也变得特别见兮兮 但是别人一说 然后他一想歪 一想一想的往车 车那边想的话 他就变得特认真 还问人家 你拍我下面这个 还有你爸去那个宠妮的点 你妈宠妮的去点 你爸额头的那一点 我疯了简直 还有他们俩这种对视 你知道真的 我就是跟我的好朋友 像是我的好朋友之间 我绝对不会那么对视的 就是我们俩就是 会很轻松的聊天 但是绝对不会这样 那么近距离的对视 这一对视 我真的我自己会非常不舒服 我跟你说 我个人对视是什么样的 因为我从小 我就是 我忘记哪里听来的了 人家跟我说 就是说话的时候 要看着别人眼睛 这样子比较有礼貌 但是呢 我觉得我盯着别人眼睛 看会很暧昧 所以我每次都选择 盯别人的鼻子或者嘴巴 所以每次看到 他们两个人这么盯着彼此 还有的时候会害臊的 那个样子 我就觉得 嗯 不对劲 嗯 不对劲 你说两个大老爷们 啊 害什么臊呢 你说 你们要不是心理游鬼 你们害什么臊呢 我看会有什么臊 分开会 对